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在這裏你會找到DSE數學 GCA數學 IB新課程數學的教學影片 以及考試技巧 另外還有很多跟數學有關的有趣題目都會和大家分享 快點訂閱按鈕和小鈴鐺 跟數學拉近距離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蠻奇怪的Bug 是這個計算機 CASIO的第2代 我相信在香港考得DSE的同學 有八九成都會拿著這部機 這部機是蠻好用的 但我偶然在這個 計算ROOT5-1-2 再整個HOLD SQUARE的時候 無意中發現了 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先開機 我用右邊的部份先按 ROOT5-1 通常有時候你按出來 你明知它是一個 Irasional Number 即是無理數 它是變不回份數的 你也會按一下份數 即有時候過癮 然後將它減1 然後隨意 然後再選擇SQUARE 我選擇這個數 當我按這個份數 計算機 它出了6 7 6 5 超過 17 7 11 這個數 很奇怪 因為它是 不應該可以出了份數 開始 有點古怪 然後我開始要去試 我現在用第2代 看看第一代 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按ROOT5 減1 隨意 再選擇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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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反而沒有這個Bug 即我轉為份數 它是沒有的 但第二代 是有的 很古怪 我也不知道 可能寫程式的那個人 要改一改 好了 有這個Bug 我很好奇 其實這兩個數會不會完全一樣 因為我現在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出來的兩個數 即現在計算機 即它計算出來的 價值就是這個 好了 它就告訴我 OK 我轉回份數 它說6765 我用6765這個數 6765除1771 即是說 我有點懷疑計算機會不會拿了這個數字 去做 它裡面的數值 但我又發現到 當我真的按這個份數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後面 你看到最後 小數後第8第9的位置 其實它是正在推出09 但這邊它是正在推出11 其實計算機 它裡面的數值 我相信應該是對的 但是它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按這個份數 可以按出來 用來可能真的拚一下人 好了 那我怎麼試一下 譬如我當 當我用這個數字 我當我是 我先把這個答案 我先把答案 按出來 按回答案 它依然能夠出現的數字 即我按了數字 按按按 然後就測試一下 然後我再測試一下 進去Memory 先進去Memory A A 就有 剛才的數字 我再測試一下 我再測試一下 按一下 又有 然後再加1 如果把這個數字拿回Square 這樣會出5 但如果我現在把這個數字 保存在我的Memory Shift 然後RCL 然後按A 現在A中有我的數字 那又是 我把A 然後乘2 然後加1 然後我嘗試Square 這個數字 它不完全能出5 所以 轉了份數的動作 在計算機內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令它可以轉成份數 但實際上的數值 應該也是對的 但我還有另外一個數 其實也是有這個問題 除了上面這個Square 其實是 不Square它 就試一下 即是手衡 沒有東西要做 不Square它 ROOM 它減1 再隨2 再轉份數 它又是出了一個份數 6765 然後除回10946 我暫時找到這兩個Bug 就是出現了 其實我不會無緣無故 計算數字 但是 有些情況之下 可能你無意中 你會涉及到這兩個數字 最基本的動作就是 就是Quadratic 那我把上面的兩個ROOTS 就變成這兩條Quadratic 那兩個的Solution 如果我的題目是叫你 你要Express你的Answer in Exact Value的時候 那這兩個Quadratic 我們試一下用計算機計算 正常的同學都會 即一按機 FORMULA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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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